可以表達一下對不同的器品 所對於茶湯的影響 對於香氣也好 頭韻 乃至於在整個口腔的部分 那我們的味覺的差異其實是在哪裡 因為很多人泡茶可能泡了幾十年 喝茶喝了一輩子 可是對於茶湯的影響條件 可能一般我們知道的溫度 泡茶的溫度一定會影響 還有自茶量 茶物裡面的茶葉的放的多廣 這也會影響 還有我們所謂的淨泡人時間 這個是店一般民眾都知道 可能在泡茶會影響的條件 那再來就是可能不同它 從它所使用的泡茶的方式技巧是不同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依一定的比例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1比18和1比15 如果時間可以的話 我們可能會沖泡兩種茶 一種是台灣的高山茶 另外一種是福爾茶 一個是屬於我們半發酵烏龍茶的版權 那可能各位在喝茶上面 對於我們高湯烏龍茶是不陌生的 那再來另外一種是福爾茶 它屬於後發酵 後發酵的熟茶 一般福爾茶有分深暗熟 那我們今天泡的主要是熟茶 那這兩種茶一樣 基本上就是給大家去品 第一個 我們看這個 這個是紫砂杯 一新的紫砂原料 這完全是天然的 所以它並不是所謂我們講的化學圖 或者是用陶瓷原料去加設 它本身原料的材質 那我們就是這個 這個紫砂的 待會對茶當的影響 那這一個部分就是我們一般常見的瓷杯 那瓷杯的部分可能 對於有了解的 對於它的 對於它的 釉料 和它的 配胎的淘土 還有它燒血溫度 氣氛 這實際上 對茶當也都會影響 只是說可能大家 平常在接觸 這個 比較細節的部分 或許有些有聽過過 但是大部分 可能對於這些 材質到底影響 是成分的 但是可能我們待會兒都會感動到 那再來這一個是 現在台灣很多陶瓶家在做 天幕 天幕杯 那天幕杯它是屬於六卦 在胚底上面 它是在上一層 可以用天然植物 的方式 去做一個 它的 優勢的 呈現 所以它基本上 就是春天然 那 我們待會 可以喝到這三個 氣米 三個杯子 所不跑步的味道 那就是 我們從這一定的比例 客觀的茶當比例 三席 我們到達的時候 很高興請到我們 這一位是我們 第十 第九屆 第十屆 中華茶藝獎 全國第一名的 今天特別邀請他來放 那這一位是 我們可以去比賽 第一名的 那這位也是 剛參加我們全國比賽 昨天出入的 這個 最佳 他在台北出入的 是我們第五名 那台北出入是第一名 那台北出入是第一名 的